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Google、英特尔、高通在内的美国公司纷纷宣布断供华为 连英国的Arm公司也终止和华为的合作 我在中兴工作了三年 也在华为最大的竞争对手美国X公司待了十年 这十几年来 我亲眼目睹了中美企业的兴衰起伏 今天跟你们聊一聊 一找工作的差异 我是2005年毕业 当初找工作时 外企 尤其是美国公司 真是神一般存在 记得我有个同学一心想进IBM 为了面试他买了一身西装 准备了一份精美的PPT PPT第一页就是一片深蓝色的背景 上面印着一行大字My Blue Dream 我的蓝色梦想 为了迎合IBM这个蓝色巨人 超级震撼 当时谁能拿到外企的offer 都会引来大家艳羡的眼光 那时候像腾讯 中兴 华为这些国内公司也来校园招聘 不过很少有人看得上眼 我也拿了腾讯 华为的offer 不过都要求去深圳 再加上不是外企 想都没想就直接聚了 现在想来好傻 那时候如果能进腾讯 华为的话 光是股票就能狠发了 后来我选了中兴 干了三年 还是因为心中那个外企的梦想 跳到了X公司 那个和IBM 英特尔齐名的外企巨头 进了X公司才发现 那真是人才济济 我们team大多是交大 复旦 中科大 清华 南大这些985名校的高材生 也都是为了这个外企梦想汇集到了这里 后来我被调到了美国 去年回国负责招聘的时候 我惊讶的发现 我收到的简历质量竟然大大地下降 以前能看到很多985名校的简历 现在却少了很多很多 而且常常是我们看中的人 发了offer 却被人家一口拒绝 相反 国内企业却是一片蓬勃生机 年轻人更愿意去本土的科技公司一展身手 而外企却成了末尾的选择 我就问朋友怎么回事 我们开的offer价码不低呀 工作十几年的工程师 也有4 50W的年薪呢 可是朋友却给我浇了一盆冷水 得了吧 人家Vet 华为这些公司 同等级别的工资奖金股票 都要百万级别了 你们怎么比 我这才知道 短短的十年 中美科技企业对人才的吸引力 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随着中国企业的崛起 美企很难再吸引到一流的人才 Part 二对中国人的戒心其实不仅仅是薪水 中美企业对于人才的重视也是大大的不同 很多美国公司自打进入中国市场后 一面大肆赚着中国人的钱 一面对中国工程师竖起了高高的壁垒 就拿我在的X公司来说 我们上海的办公室网络被公司安装了一个代号为F的监控系统 中国员工是被禁止访问美国服务器的 所有的文档 代码需要我们先去申请 然后层层审批 最后通过F系统才能获取 而绝大部分总部的代码和文档我们是看不到的 中国员工做的工作也都是很低级的苦力活 虽然都是工程师 但是开发的内容却有很大的差异 美国人能接触到核心技术 所以他们能开发X公司最核心的产品 而中国人接触到的都是边缴料 很多人都是做做测试 监督工厂这些机械而简单的活 甲骨文创始人曾经这么评价中国和中国工程师 他声称不能容忍中国有比美国更多的工程师 否则对美国是个巨大的威胁 当然他也说到做到 前段时间宣布关闭中国所有的研发中心 造成数千人的失业 这其实代表了很多美国人的想法 他一方面要享受中国发展的红利 另一方面也要提防中国的崛起 我们不比美国人差 凭什么在公司要低人一等 所以我们TWIM原来的十几个人 出国的出国 跳槽的跳槽 留守在原来TWIM的几乎就没人了 前段时间听说之前的老同事跳到华为升到了高级架构师 薪水很高不说 做的也是华为核心产品 性能秒杀市面上所有竞争对手 而在我们公司 中国人是很难有这个机会的 PART 三美国人的工作状态既然在中国研发中心学不到东西 那么去硅谷总部会不会很不一样 后来我被公司调到了美国 结果发现美国人的工作状态让我大跌眼镜 硅谷有两家著名的养老公司 一家是甲骨文 另一家是X公司 这两个公司都是各自行业的龙头 这些公司号称是上午九点上班 晚上六点下班 可是九点钟到公司绝对是看不到几个人的 很多人都是十点以后才姗姗来迟 然后四 五点就闪人要接小孩 而且公司还有个政策是work from home 在家办公 每天都能收到很多同事群发邮件 大义都是说 你今天在座位上找不到我 我在家办公了 公司的官僚现象也很严重 内斗很多 我们的部门原本研发了一套很先进的设备 可是刚上线不久 部门就被别的部门吞并了 老大也随即被踢走 后来有意思的是 我们研发的那个设备由于在客户那边出了问题 结果市场发了邮件咨询 没有一个人回复 拖了好几天 最后上报给SVP高级副总裁 由SVP出马指派了几个人负责 后来才断断续续的将这个问题修好 用户一个很紧急的问题 也就是几行代码的修改 在我们这愣是拖了一个多月 而在华为 中兴会怎么样呢 我在中兴的时候有一次遇到非洲的系统升级 仅仅是升级呀 还没发生任何故障呢 领导就安排我们当天晚上在公司通宵职守 如果前方发现问题就能第一时间解决 下面这张图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办公场景 每人的座位旁边都有一张行军床 到了中午或者通宵加班的时候就把床拿出来展开 趴在上面打个盾 每个人桌上都有一个电话 电话铃声响起 立刻爬起来随时待命 在中兴华为带过的人都知道 这就是我们的行军床文化 虽然很苦很累 但那段日子却逼着自己学了很多新知识 成长了很多 在中兴三年学到的知识 写的代码 可能比在X公司十年学的还要多 正是靠着中国人这股勤奋和斗志 华为 中兴才能在国际赛场上披荆斩棘 做到了全球5G市场的领导者 就像抗美援朝时候 志愿军能够靠着自己的钢铁意志死守住上甘岭一样 中国人那股勤奋和拼劲是美国人永远没法理解的 PART 四反思其实 美国这个国家有一种白人至上的优越感 他们潜意识里会认为他们的文明和种族是最优秀的 别人只能服从 不能违背 更不可以超越 就像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对外宣称 中美竞争是不同文明 不同人种之间的竞争 我昨天听任正非的访谈 有一段说的特别好 他希望中华民族能够自强不息 重视教育 向优秀的美国企业学习合作 但是也要注意 爱国不等于煽动民族情绪 这段话和美国某些煽风点火的言论相比 高下利便 中华民族宽广坦荡的胸襟真不是某些美国狭隘的民族主义分子所比拟的 中国人一直很聪明勤奋 如今的中国看起来也很繁荣昌盛 但其实我们距离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 不要看我们的网络多么发达 生活多么先进 但我们的电子商务 共享单车 手机支付等等创新都是基于操作系统 芯片的基础上 而这些核心技术大多被美国人所把持 如果他们哪天断工 我们那些所谓的先进科技也可能一夜瘫痪 美国凌驾于全球最依仗的就是两样武器 科技和教育 这也是我们和美国差距最大的地方 教育能够促进科技 而科技不仅可以变成生产力 还能成为是强凌弱的武器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美国有一家顶尖芯片公司叫做高通 这家公司每年就算什么事都不干 光是收取专利费就能赚的盆满波益 所有手机厂商每卖一部手机都得给高通钱 因为它掌握着三具 四具手机通讯的大量专利 光是苹果每年就要给它几十亿美元的保护费 华为稍微少一些 但也要五亿美元左右 这就是科技和教育的差距 虽然我们很勤奋 但有些差距不是光靠一时的努力就能填平的 我只能希望 通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 能够缩小这个差距 我更希望 通过我们对子女的教育 能够在他们这一代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崛起 我特别喜欢周恩来年轻时提的一首诗 《大江戈霸掉头冬》 岁密群科技是穷 面壁十年突破壁 南筹倒海一英雄 《大江戈霸掉头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